彰化的花卉產業來作為行銷代言人的花樣時代的誕生 日空一日彰化花樣時代全國三百比賽 終於11月17日也就是這禮拜來進行最后的國賽 資本黨委感謝特別教會國賽記者會來靠大選團 花樣時代找尋花卉產業的代言人 這是最美的選拔 我們讓花樣年華的美少女 能夠代表彰化花卉的美麗 活力 還有能夠讓我們彰化的花卉產業 讓全國的民眾都知道 經過了處理以及到處理學生 資本黨委未來自全國四百多位參賽者當中 選出24組來參加最后的國賽 在今天在記者會上做參賽者也提早現身 並以優惠的主題來替眾化的揮揮代言 像我演奏音樂裡面可以有一點花的元素 然後可能音樂歌詞裡面加入花 然後來更推廣我們彰化的花卉 希望我能成為最佳的代言人 再把彰化所有的美麗的花卉推廣出去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彰化的美好 中華花樣時代選擇比賽 只要分作音樂 舞蹈 創造設計電視台項目來評選 就是希望中華館會彰化三個月代言人 會當時再謀相傳 為出中華館的特配館 也正邀請中台灣的鄉親 都可以請新增來參加 這次上東有看頭的最終國賽 轉出了我們的總決賽的日期 12月17號 我們今年花樣時代花卉產業的代言人 總決賽即將來進行保證精彩 保證刺激 保證支回票價 當然是免費入場 我相信有這群美麗的隊伍加入 將來更是我們農產外銷 花卉外銷 最佳的代言人 由中華館政府所基盤 選擇花卉產業代言前的活動 經過多次的粗算 讓三條後 不但先說將中華的花卉推廣出去 要再度引起全國10個小孩 擁有參加比賽 典現祖母的選美一條 12月17號 民進商業代表 一隻金鳳山 蔡鳳報道